还差一分就5300分了 就要变金色星星了 虽然这局零淘汰 但我一定得狗住 开车进圈站个点 这个大舌头不错 车一停 哎 先封烟 前面封一颗 我再给我身后封一颗 我再给我旁边封一颗 安全感直接拉满 这个时候我在打药 看你们谁能发现我 打开地图一看 哦 圈也刷给我了 对 这个感觉就对了 指不定这局就吃鸡了呢 状态打好后 就得赶紧坐到副驾驶上 看一下敌情了 身后没有 对面山坡也没看到 左手 左手这边光秃秃的 烟快散了 我们下来补个烟吧 哎哎哎哎 跑你个老六 什么时候过来的 哎呦 赶紧看看加了多少分吧 啊哈哈 刚好加了一分 变金星成功 这个时候就有同学们问了 小豆啊 我看你最近视频左下角 总是挂一个叫 度假导扛读吃鸡 打法教学的课程 这个课程上了5300分 还好不好用啊 哎 这位同学 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 这是单排十一星 5319分的对局 本局航线 芭蕉路到溶洞 继续跳新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扛读打法 在高分局的表现 老规矩 我们在准备落地的时候 最好看一下四周 有没有威胁 右手三栋的一号楼 落了一个 其他位置 还没有看到 抓起时间下去捡枪 哎 脚下一把M16 抓起时间捡起来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哎 他这是准备要去二号楼吗 我这M16熟练度不高啊 框框冒雪就是不倒 然后把这个绳索打了 抓起时间舔一波 哎 又看到这哥们了 这个时候 不管能不能打中他 我们给他一梭子 主要是要打出气势 告诉他 这边有人了 你最好别过来 当我搜到一路的时候 我听到有脚步声 顺着脚步声看去 一个带着三级头的宝宝 向我悠哉悠哉地走来 那这三级头不是我的了吗 哎哎哎 这好像 我应该打的是他脖子吧 我去 这个三级头被我打坏了 应该打他的脚的 独栋这边的这几个房子搜完之后 在绳索房狗了一会儿 三圈快要合上了 但是我们的药品不太够 我们到旁边的房子 稍微搜一下 速度要快 该说不说呀 这边太穷了 还是抓紧时间进圈吧 一路鬼跳来到了圈边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对面山头是有一个人在那扶地的 我们看能不能跟他来个surprise 我们先掏出火弩 看一下他的位置 哎看到了 但是啊 现在不能打他 打他的话我们就嘎了 先打药 哎先打药 打完药之后 利用着多余的时间 给他一剑 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 这哥们儿估计都懵了 只见掉血 就是不知道我人在哪 咱们打完药之后 再给他来上一剑 哎嘿嘿 对的 终于也是来到了圈边 大家还记得我刚才拿弩剑 打那个人的时候 我们右手的科学管 是有枪声的 所以说 在我们进圈的时候 发现前面是个空地 那么我们就封烟进圈 防止被右手的人打 六圈快合上了 我也是准备挪到圈里面 刚好他们两个都露脚步了 注意听 左手坡上的脚步声很大 不过他不好打我们 右手坡下呢 是有一小声 很轻微的脚步声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反鞋待着 哎呀 被闪了 我不会嘎了吧 问题不大 我刚才丢了个烟 对面不知道是烟还是雷 他应该会后撤 那我们就好办了 不断的往前扑烟 保证我们这边的烟不散 让他们两个先打 我们坐收鱼翁之力 最后一个圈要合上了 怎么说 哦 破上的出手了 还有一个 冲锋枪的优势 就是在喷子第一发子弹 没打中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持续输出 一句游戏解说 时间总归是不够的 如果你也对抗读吃鸡打法感兴趣的话 这个打法我实践了快两个月 我为这个打法专门做了一节课程 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 比如说你准备用抗读打法之前 你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 再比如说你到了游戏中的前期 中期 后期 该怎么处理 等等很多很多的知识点 期待与你并肩前行 下期见